今天明镜党台北场候选人谢长廷晚间在台北球队举办他的竞选晚会 您可以看到这个导演蔡明亮是谢长廷的特别嘉宾 那么除了蔡明亮其实呢 吴念真今天也来到场来支持谢长廷来表达丽婷的立场 而今天晚间呢还有个最新消息是我们中华的代表队在亚运夺得了棒球的金牌 谢长廷很高兴 她说呢这就是台湾的精神 也是她这一回的选举写照 那么还会越挫越勇相信她可以获得最后选举的胜利 来听谢长廷怎么说 哇棒球队 你赢硬拿到第一队金牌了 本来是输哦 因为有悲观主义说日本 怎么可能赢日本了呢 本来是输 输又赢财财又输 最好把鼻子拿到金牌 这就是在有限的资源 恶劣的环境中 创造无限的可能 坚持到底 逆境求胜 这就是台湾人心了对不对 这就是台湾人心的写照 还是我这边选举的写照 我八年前去高雄选举的时候 其实大家是很悲观的 那时候在演讲 前面在演讲没什么人听 我还记得有一个前面三十个太太 一基丁要听我说话 说完我很生意他说 阿伯如果我做一趟 你希望我做什么事 大家都点点 那一个太太说 不好意思啦 我都想你买到啦 但是有一个跟我说 说啊 基丁去到高山 那村子去到高山都要洗头 哇塞 几十元钱 你若万一串的条 给他解决一下 他说他们的女孩 材质时也都不负质材质 咱们我动转了 看我的日记 没什么人把我建议 这个太太是 文艺对我有信心的 所以 我咱们想 所以你现在去高雄 你去坐这个基丁和高山 有一个准 准骨鱼 准骨鱼就是 谁的头 你洗脚去 不用又洗头 直接又 嘟嘟回来 两个头 我如果每一遍看到 一台准骨鱼 我就想到那个 有爱心 跟对小章庭 有信念的妈妈 不是说我在诅咒啦 后来对我真没信心的 最没信心的就是那些座头 都签说我会输了 都签说我会输了 我冬孙了 那座头的幕 都来丁城了 说要找他们 我说他们走路了 说走路了 我为什么走路 说那座 签说我输了 爬到疼口了 所以我这几天 我看到 历史重演 说现在座头 说在签我 输了10万15万 12月25日后 你妹妹又来丁城了 我跟你说 是怎么说的 我现在参算 决定的时候 我有说一句话 我说 我们要赢这张参计 要赢到 人民的感动 人民的感动 我们才有得赢 不过我常常说 这个参计很冷 出两天也要很冷 我会这样说 说台北的参民 两母不关心 风透透 民臭臭 为什么人民 无关心政典呢 因为台北 对立太久了 两母太久了 有一个 替我加工一句话 这个替我加工说 爱 爱的相反词 爱的倒门 不是分 爱的倒门 到时候可能都会要走路了 因为他相信他绝对可以获得最后选举的胜利 而到处两天他也向选民拜托 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他 多帮他拉点票 那最后呢他也要积极冲刺 希望他可以这个获得台北市场 能够赢得这场选战 以上是我们的现场真情逛 镜头就会捧的直播